我的天 这看着也太香了吧 先看视频 那我回来了 据说要排队才能吃到的 盐菊手枪腿 买了四个 两个自然的 两个中辣的 47块9 差不多12块钱一个 打开 我点了自然和中辣 为啥是微辣呀 这边的两个标签的美甜 先来乘个重 一个186克 166 184 208 普遍在160到200克之间 算到48块钱 买到了800克 差不多一斤30块 这个价格大家觉得怎么样 放庞子里 看着不错 先来个辣味的 粉丝先吃 就像是这个口感 还挺新奇的 和我们经常吃那种 炸的手枪腿不太一样 肉质吃起来很嫩 很多汁 最主要的 没有那种很油的感觉 吃起来不腻 据卖家说 用的是蒸香蒸出来的 撒了粉的地方很有味 当时没撒粉的地方 就没什么味道了 说的是盐菊 盐味不太明显 解决了一个 再试试自然的 比起那种炸的手枪腿 感觉没有这么多火气 而且也没有这么多心理负担 自然的也好吃 有种那个叫花鸡的感觉 解决两个 先两个留给家人吃吧 味道来说还是挺满意的 可能吃着没有德克式 那个手枪腿那么过瘾 但是他这个 还是能吃出那种鸡的原味的 大家觉得这个炎菊手枪腿 能成为新一代的网红美食吗 丧心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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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